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研究才做出这个裁决 我认为这个裁决没有错 但是他还是非常尊重司法部的律师 然后请司法部的律师就他所关心的议题先做辩论 司法部提出三点 第一 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的时间 所以上一次所教的这样一个文件不够充分 第二个 他提出微信的使用带来国家的安全 第三点 他提出这个微信这个平台 完全可以由其他的社交平台来取代 那就这一点的 原告的律师Michael Bearn也提出他的观点 他说第一 这个政府官员没有提出这个即时性的危害 也就是说为什么马上就要进微信 是吧 而不是等一会儿 第二个 他提出在美国的微信用户 这样一个平台呢 完全可以和美国的云供应商合作 来保护美国的使用者的这样一个安全性 第三点 他说如果实在个人觉得这个微信不安全 完全可以删除这样一个平台 是吧 那法官呢 就提出了几点 法官是这样讲的 他说第一 我们即使不用最严格的street scrutiny 最严格的审查 我们就一般的intermediate scrutiny 一般的审查来讲 这个政府官员也要能够证明 这个是不是把整个平台拆掉是唯一的手段 他说这里不是一个国家安全是否受到威胁的问题 这是一个是否违信的这样一个问题 第二点呢 他就提到 他说这个微信的的确是一个超级的平台 更值于华裔的社区 所以他认为这个微信在华裔社区呢 是不可取代的 那在这个辩论结束以后 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政府呢 在周一的时间还可以继续递交 他们的这个辩论的材料 然后呢 法官再会做出裁决 那假设这个政府官员再次输掉的话呢 他们很可能就会在第九巡回法院的这个状态呢 放更多的东西 但是第九巡回法院会在10月23号 做出是否同意下级法院的裁决的这样一个决定 假设第九巡回法院确认下级法院没有错的话呢 联邦的这个政府官员律师 很可能在48小时之内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那如果最高法院也认为下级法院 在叫停川普和商务部的这个微信禁令上没有错的话呢 那基本上华人呢 为这个微信呢 就打赢了这个第一战 也就是说 在将来的一到两年的诉讼当中呢 这个微信呢 是不能被禁止的 所以大家 我和大家都在一起拭目以待 谢谢